好,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那个,呃,分数的总复习题 它分母是12,所以这个乘2,12,乘3,12 所以它变成9个12,加10个12,加1个12 所以它变成20个12 然后我除4,就5,4,20 然后4,32,所以它变成1,U,3分之2 就是这样 然后下面的这个呢,27 然后12这些的时候 呃,我们知道12是4,32 而12其实是2乘2乘3,12 而36呢,是49,36,2乘2乘3乘3 我的27呢,是3乘3乘3 所以我的这边它的LCM呢 应该是2乘2乘3乘3乘3 所以这边它少4,我乘4 然后这边它少3,我乘3 这边它少9,我乘9 OK,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了9 298,919,108 啊,99 减 然后108 15 减8 108 所以99减15的时候 在这边 99减15 就84减8 84减8的话 它会变成76 108 所以它答案会变成76 108 然后这一个呢 都是属于4的倍数 144 49 36 然后428 然后47 28 所以它会变成29 27 就是这样 OK 这边我这一个是在它找它分母的LCM OK 我们要通分分母的LCM 我们要找出那个分母的LCM 好 来 接着再来这一题 这一个呢 我们就直接5 5 我把它变成4又7分之7 减2又7分之5 4 减2 2 然后2又7分之 哎 2又 5 5 5又变成4又7分之7 4减2 2 2又7分之2 OK 我们在这边我就5减 这一个 2 5 7 呃 它就会变成这样 嗯 对 然后接着 再来下一题 它的第四题这一边的这一个呢 我们 这一个 呃 它的分母 我把它变成2 428 所以我的7呢 我变成6又8分之8 减1又8分之6 减4又8分之7 6减1 5 然后8减6 2 减4又8分之7 我在这一边我就减掉1 然后它加分母 所以它变成4又8分之10 所以它变成8分之7 所以它变成8分之3 OK 好 刚刚呢这一题的5 5减2的时候 它就变成3 可是它后面还有一个 的7分之5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做的事情是怎样呢 我的5我把它变成4加1 然后我的那个1呢我把它变成 那一个7分之7 所以它变成4又7分之7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这个减1的时候呢 其实是我把我的那一个1分抽出来 然后切掉它切成8分 给那个3的那一边 所以我在这一边它变成4又8分之10 我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呢 它的做法就会比较简单 嗯 好接着 这一题 我把它变成假分数 2 2 3 6 7 乘2分5 除变成成 导版过来 然后在这一边我的2 2 3 乘7 21 5 所以才变成4又5分之1 嗯 然后接着下面的这一题的时候 我的这一边除变成成 但是我要把这个变成假分数先 所以它在这一边 5 5 4 24 除变成成5个3 然后减2分之1 然后我在这一边我就可以越减 5跟5越减 然后133 3824 所以我这一个会变成8 减了2分之1 我8我它变成7又2分之2 减了2分之1 所以它变成7又2分之1 这样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7题 第7题这一边它 是混合运算 它有除还有加 所以我就在这一边我先做 那个除先 ok 除变成成11 1% 加1%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个 其实我我我我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一个我跟它月掉哦 是很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过后要乘回 5分之1加11 1% 然后我的那个分母不一样吗 所以这一个呢 它叫乘 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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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要乘5 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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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乘3 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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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会变成5乘8乘3 5乘8乘3 乘8乘3 乘8 乘4 乘5 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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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5 乘5 乘4 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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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加15 哎这个不是这个是11乘15哦 所以我这边都算错了 ok 我的这一个是11乘5乘3 他这个是165 所以这边他这个是165 205 然后他是229 120 ok 所以他会变成1又120分之109 ok好 来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八题的这一个 呃乘了再加乘了再加 然后这个乘3 这个乘2 ok 然后这个乘2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是4 432 然后3 432 13 然后我在这边我除 除这一个东西他这一个是 就是 呃 2又 6分之3 减6分之2 乘 3又4分之2 减4分之1 所以这一边的时候呢 所以这一边的时候呢他就会变成13sq 12 除 2又 6分之1 乘3又 4分之1 所以我有13sq 12 12 然后除 这个我把它变成加分数 所以他这一边这一个是6 6 22 13 然后4 4 43 12 43 12 减6分之13 然后所以他这一边他变成13sq 12 乘6分之13 乘13分之4 所以我的13跟13个月 OK 然后我在这一边166 6 22 所以我会变成了169 和8 286 啊188 21又 8分之1 这个就是 我的答案了 OK好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题我先把这个换成假分数 OK因为他要除嘛 挂胡里面的 然后除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一又9分之2 加 6分之5 减 4分之3 除 428 9 然后一又9分之2 加5分之6 减 3分4 乘2分9 然后他又一又9分之2 加5分6 然后我在这一边 133 339 122 224 所以他变成减1分6 这样 所以他这一个呢会变成一又9分之2 加 6分之10 我在这一边我可以越减 2 3 然后在这边再乘3 OK 所以他变成一又9分之2 加 9分之6 所以他变成一又9分之8 OK 好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第10题的这一题 呃 他乘了乘了乘了加乘了加 变成加分数 这一个乘2 我要把分母变一样 OK 因为他挂鼓里面的这个 然后这个乘了加 这样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5 5 20 10加11 乘 7 7 428 30 然后 减 2又 6分之2 加3又 6分之3 方广 然后 除 21 然后在这一边我的21乘2 再加17 然后拿到是59 所以 这一边我月 6 所以他变成66 7 减 这个5又6分之5 然后 呃 整个东西 除 除变成乘 乘21 59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把它换成 假分数 66 7 减 这个6 65 30 35 乘21 59 这一边我乘7 这边我乘6 OK 然后 66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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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乘6 然后他变成396 所以他这一边呢 他变成396 over 42 减 这个 35乘7 25 25 和 42 乘21 59 好 所以在这一边我有396 396 减245 所以他变成151 所以他这一个会变成151 42乘21 59 OK 这边我有做错了 第10题 OK 然后 呃 我这一边我这个可以远 1 这个2 所以我的这一边的时候他变成151 8 那59乘2 那59乘2的话呢他会变成118 所以他变成118 然后123 1233 所以1又118 133 然后接着我们 再来看第11题 第11题这一边的时候我 这个 乘2 所以他变成4又5分之3 减 10分之9 加 3又4分之2 加4分之3 乘5个4 所以4又5分之3 减 这个 10分之9 加 这一边的时候呢他这个是3又4分之5 乘4分5 我直接乘了再加了 ok因为我后面那边是需要不拿月减的嘛 所以 4又5分之3 减 10分之9 加 4 3 12 然后17 4 然后月月 所以 这一个是4又5分之3 减 这一边乘2 乘2 然后9 10 加 34分 10 然后我在这一边 他这一个我看到他这边的分母都是10的嘛 我就这边我直接把它变成10的 4又6分之6 减 这一个是10 然后这一边 他是 43 3 所以他是4又6分之6 减 4又10分之3 所以他剩下的答案是10分之3 好 所以他答案是10分之3 3 接下来我要讲解的这个是半分式 半分式是什么 就是分数里面有分数 所以我在这一边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把它变成假分数先 因为他这一个他是 除了意思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一个我造写 然后这边是7 然后我的那个21乘7 再加3 他变成150 下面的8 然后有15乘8 加5 他变成125 然后我在这一边我就乘 没有 其实这一种题目呢 他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把这个 踢下来 这个踢上去 所以他就变成 150乘8 然后125乘7 OK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的a 和b 和c 和d 的时候 才变成a 和b 除c 和d 然后才变成a 和b 乘D 和b 和b 然后变成aD 和b 而aD 和bc 就好像我把那个分数里面的分数 分母T 去另一边 所以他变成aD和bc 就是这样 然后在这一边我就可以越减 是6 则5 所以他就变成 48 和 35 OK 然后他就变成1又 三十五分之 13 OK好 接着我们的下一题 就它上面有加 下面也有加 那我这个乘2 把分母变一样 所以它会变成1u4分之2加1u4分之1 然后2u4分之2加4分之1 所以我这一边我就有2u4分之3 然后2u4分之3 没有3u4分之3 这一个2加 这也是2u4分之3 对 所以两个都是2u4分之3 一样的东西 我就可以越减了 它变成1哦 这样哦 OK 好 好 接着我们看第13题 这边 我这个乘2 我把它分母变一样 所以它变成3u8分之2 减2u8分之3 除3u2分之1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这个 我不够 我减1 OK 我在这边我减1加8 所以它这个会变成了那个2u8分之10 减2u8分之3 除 我这边我其实应该把它变成假分数 3267u8分之2 所以它在这一边 它就会变成了 2减2没有了 10减37 8分之7 然后除7u2 所以我把这个2踢上来 8踢下去 所以我的答案呢 就会变成了7乘2 然后8乘7 然后我再来越减7跟7越 122 128 所以它答案会变成1四分之1 来 我们看第15题这一边 它这一个是属于凡分式 我就1 1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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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我的分母是1 我乘2乘2 然后2加1 3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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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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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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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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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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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可8可以耶 我计算机按得到耶 只是他这一边看不清楚而已 这一个这样的东西 好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 这一个 分试的 总复习题 我就讨论完了